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上一集先講完澳門的警方又捉到一宗操控美成年少女賣淫的案件, 今天他們又再捉多一宗這樣的案件。 看來這一類美成年賣淫案在澳門都可能真的有不少,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新聞方面是怎樣說。 根據澳門日報消息,司警再次破獲一宗涉及操控美成年賣淫案件。 司警今個星期一在路透某一間酒店房拘捕了一名涉案內地男子, 同時接獲兩名懷疑賣淫的內地女子,其中一個年僅17歲。 經過一輪查問後,這名涉案內地男子又拒絕合作, 司警調查完後就相信這名男子犯案大約半年,就已經排除涉及販賣人口。 被捕內地男子姓徐43歲,報稱無業, 司警落案控以淫媒及做未成年之淫媒罪。 案件於今日交到檢察院徵辦,案裏兩名懷疑賣淫內地女子分別35歲, 姓李,報稱受課員,17歲報稱無業。 司警早前接獲檢察院檢舉, 懷疑有人操控未成年的內地女子在路騰酒店房賣人, 立即跟進調查及鎖定犯罪目標。 在今個月17日凌晨,0時15分, 涉案徐某聯同上述兩名女子經關閘入境澳門後, 大約凌晨1時,兩名女子抵達由徐某安排的路 哄某一間酒店客房安頓好後, 就一起去有關酒店遊蕩及招客, 亦會去嫖客所租住的客房提供性服務。 在19日上午9點,司警認為時機成熟, 派人去兩女入住的房間搜查, 當場捕獲徐某及接獲上邊兩名女子, 司警在客房檢獲123個被人套307張招嫖單張, 亦在隔晚找到$3,500港幣及$4,500人民幣。 經過查問後,17歲女子說自己每次收取$1,200欲金, 就為5名嫖客提供性服務, 合共獲得$6,000欲金, 當中有$1,200交給徐某, 聖李女士說每次收$1,500欲金, 就為5名嫖客提供性服務, 合共獲得$7,500欲金,當中有$1,000交給徐某, 徐某也是他合作的, 這些未成年的賣人網見都猜不到, 早兩日才捕完一單, 現在這麼快又一單新的出現, 而且更好似越收越便宜, 上一單收$1,500欲金, 現在收$1,200欲金, 這部份是否都反映了經濟差, 多了人就算未夠清, 都是落來賺食呢? 今次操控賣人事件可能所謂操控者 都是被人叫去幫手, 為何這麼說呢? 因為其實好多嫖客都是玩完不給錢, 甚至有人跟他搶回小姐的皮肉錢轉頭, 所以通常都要找個男人在附近看著, 有什麼事的話, 男人都會出面幫手, 所以照上邊個數看, 男人分得就不算多, 和這類案件多數都是大陸人, 就算是嫖客方面, 他們所足的基本上都是大陸人為主, 如果照這樣看的話, 澳門的犯罪錄是同經濟有關之外, 亦都是同國內的旅客都是息息相關的。 不知你們怎麼看今次這件事呢? 有什麼想說就在下面留言吧! 今集我們就睇到這裡先, 我們下集再見吧! 拜拜!